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虎半弯的世界地图 我们创建了一个四口之家 那女主角呢是林可可 她的男友呢是雷乔女儿是雷玉彤 那还有她的一个闺蜜叫Astilla 那虎半弯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港口小镇 那这个就是她的一个全貌 因为林家是我在虎半弯世界地图中创建的第一个家庭 那因为呢是在港口的一些小镇当中的一些房屋 那我也把它建造的颜色就比较多元化 就像淡蓝色啊粉色调的 还有一些绿色调的颜色就没有像我以前创建的室内颜色那么的严肃和单调 就整个室内设计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轻松欢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虎半弯这里港口的一些一些城市 那我们的stila在烧烤现在 晚上的灯光还是蛮美的 我们的童童在玩社交媒体 然后呢我们的 哦我们的可可在睡觉 我们让可可去酿一壶柑橘茶吧 现在是晚上的礼拜天的凌晨 凌晨快到一点了 这是我们的卫生间 我这次放的绿纸比较多 因为这样子就给人的感觉就比较清静于大自然嘛 那一层楼呢 就是卧室 还有书房 卫生间 那底层楼呢 就是客厅 像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呢 就你称地铁大概称几站就可以去海边 然后对于我来说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去海边来三三星之类的 我觉得住在海边真的能够让人的一个心情会变得很好 就会变得更加的开阔一点 我们现在让林可可去钓个鱼吧 因为毕竟住在虎班湾嘛 就是海边的城市 就是你能够去钓鱼 这是优势吗 如果你真的住在城市里面 你还钓不了鱼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第一次钓鱼能够钓到什么鱼 我们钓到了一条神仙鱼 我们的Steela现在正在想要去休息 这么快去上床了吗 现在是礼拜天 礼拜天早上十点 应该她晚上通宵都没有睡吧 我们的林可可还在沙发上 哦 她在玩飞镖诶 他们这一家之前是住在城市里面的嘛 然后他们就不想一直住在城市里面 因为觉得太累了 然后他们一家赚够钱了之后呢 就在海边买了一栋这样之中的小房子 这一只是野猫吧 哦 虎班湾还有一点就是特别 特别灵光的 就是这里野猫特别多 然后野猫会 就是非常的自来熟的进到你家里来 然后跟你打招呼 虽然身上非常的脏 好像也不能够给她洗澡 好吧 没有关系 虽然你很脏 但是我们还是很欢迎你的到来 我在房子的外面就是 给了足够的猫粮 还有猫砂 还有一些猫的玩具 他们一家特别满意的 就是在装潢的时候 就是这一个客厅 他们一家特别喜欢坐在客厅 沙发上一起看电视 然后一起看电视 一起听音乐 像我们的童童 那他经常呢 就是想跟大人 就是待在一起嘛 他会就是拿一个iPad Pro 然后坐在客厅里面 跟大人一起聊天 这样子 大人在看电视呢 他在刷平板 那有些时候 我们会在虎班湾 遇到一些熟人了 因为在城市里面的 遇到的一些 一些朋友偶尔也会来海边 就来海港口 来这里散散心 因为这里离城市 也不是很远嘛 大概走走是半个小时不到吧 那我们的雷同志啊 我们的雷石 那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搭讪的 这么一位 他和我们的林科哥 其实在一起的时间 也是蛮长的 那雷石作为一个 非常友善 又非常健谈 喜欢搭讪的一个模拟市民 那经常呢 他就会去外面 去结交更多的朋友吧 现在是晚上八点多 周日 那我们的童童 要去上床睡觉了 因为可能礼拜一 他要去上学嘛 所以就早点睡吧 我们的雷石 竟然睡在外面 雷杆 应该是觉得 外面的很舒服吧 哇 这只野猫 竟然爬到 我们的沙发上来了 晚上外面其实 就看我们家的 就是里面啊 真的灯火通明 还真的是蛮美的 颜色看上去 还是很温馨的 就很想就住在 这个房子里面的感觉 现在大家都睡了 除了雷石 他现在感到尴尬 可能是刚才 在外面瞎搭讪吧 然后别人让他觉得 有点尴尬吧 这一位是我们雷石的朋友 真的是好奇怪哦 雷石他自己在外面 就让朋友 就直接在家里面玩电脑 不过好像我模拟市民 经常做这种事情 那我们现在来到 New Chris的这么一个 家庭当中 那这一位模拟市民呢 我是根据 刘亦菲的长相来捏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 气质有点像 然后他的室友呢 是周勋 因为我是根据周勋来捏的 那这个刘亦菲呢 也是读音相似 但其实字写的不一样 那我现在设计的 整个室内设计的 一贯的风格呢 就是比较的pinky 就是比较的女性化嘛 因为毕竟 我的模拟市民四的 这么一个系列呢 是助眠系列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我视频的同时 感受到比较的温暖 就比较的sweet 那我们的伊菲 已经去休息了 然后我们的周勋起床了 他现在在厨房做点吃的 达到三级厨艺烹饪水准 像这一栋房子呢 它是只有一层的 它没有两层 因为家里只有三个人嘛 不对 家里只有两个人 再加上一只猫 这只猫应该是 清理一下猫杀 现在是 周一凌晨一点 那两位女生的日常生活呢 是非常的惬意 和平淡的 但是往往最平淡的日子 也是最珍贵的 那我们现在的pumpkin 感到不是很舒服 我们来问一下 好吧 我们先来问一下pumpkin吧 然后再给他一份大的点心 那我们的一飞一睡的时间好短呀 他竟然 他竟然起床开始烹饪了 他烹饪的线 应该是沙拉吧 我不知道耶 没有仔细看 我们的pumpkin是吃货吧 所以说 他的碗里面必须随时随地都要装满 否则他就会不开心 或者说是过期的话 就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 那在这栋房子里面 有两间卧室 那客厅呢 和厨房是连在一起的 那我们客厅里面 也有一些化妆台呀 还有一些弹吉他 弹贝斯的地方 还有一家钢琴 那这个整个空间 是比较开放式的 这么一个概念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开放式的这一种房间 这样子一览无余嘛 而且就感觉空间会比较大 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珍惜空间感的 这么一个人 那我希望我的模拟市民 也喜欢非常大的空间的 这么一个感觉 哦 那我们的伊菲又去休息了 那他之前应该就是肚子饿了 就是起来吃一点东西 然后再继续睡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早上 快到六点了 礼拜一的六点 那我们的Pomikin 在吃猫粮 哇 他吃的真的好快呀 吃的非常的massie 不过试吃 就是会吃是福啦 我们的周勋 在练习弹钢琴 现在是岁月一片 静好的样子 我们的Pomikin 已经把东西吃完了 我们应该再喂它满上 我们的Pomikin 在叫坏了几身之后 又皮电皮电的去找我们的周勋 要吃的了 他应该没有吃饱 我们来装满 并叫Pomikin来吃 我记得我们在兽医店 也买了很多 就是兽医介绍的小零食 还有小点心 就是专门给猫猫狗狗吃的 我记得我买了很多 好像是伊菲买的 因为是伊菲 陪Pomikin去看兽医的 我们来酿一壶茶吧 因为早上嘛 喝一点东西 喝一点东西就比较的清爽吧 然后让自己更加的清醒一点 我们的Pomikin吃的还特别的欢 它足足吃两大碗 不知道它还会不会继续 在索要吃的 兽医点心 我们给Pomikin就是健康点心吧 你看到中勋的表情 那说明酿的这一杯饮料啊 这一杯茶的品质是比较糟糕的 我们要不就把这壶茶清空吧 然后再重新 然后酿一壶 然后我们的一杯 现在正在给Pomikin吃点心 Pomikin的年龄下降了 因为我们给Pomikin吃了 那个酱零点心嘛 家里好像只有一个厕所 没有关系 顺便提一句啊 就是在New Chris的这个世界地图里面 那周勋和刘依菲的邻居是恶尼小哥 Nikocado Avocado 我是根据Nikocado的这么一个圆形来设计的这么一个形象 然后包括他的男友 Olan 我觉得他们两个还蛮有喜剧的感觉的 他们有很多的drama什么的 我感觉非常的真实 所以就是哪一天 不知道脑子就坏了 就设计了这么两个 就把他们住在了 就是一飞的旁边 就房子比较大嘛 然后再接下去的几集呢 就是Nikocado和Olan就会出场 像我一开始嘛 就建房建完之后呢 我就会让我们的主角 我们的主角团就开始买杂货 然后买健康的食物 然后把家里面的冰箱给填满之后呢 然后再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过一个什么类型的生活 我们就叫固定的庸人吧 每周来一次 我们的Olan打电话过来 因为我们的Olan和Nikocado和一飞 已经作为邻居 已经打开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吧 他们的关系处得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的一飞呢 现在在整理我们的餐盘 我们的佣人过来 来开始整理我们的房间 那我一开始就是做模拟人生4 来做这种助眠系列的一个初衷呢 就是我想create我自己的这么一个虚拟的世界 那这个世界里面呢 我希望是完美的 你知道就是欲望都是里面的那种女性的友谊啊 然后我希望这种女性可以住在一起互相帮助啊支持 所以说在我的模拟人生4里面 你经常会看到有很多女生就是住在一起是朋友的关系 那这也是我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期待吧 因为你知道在国外的话呢 你在国外读书工作 那尤其在英国吧 那中国人呢都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 那大部分呢就是读完书之后就回去了 所以说在你的一个圈子里面 没有一个是可以作为长久的朋友的 那毕竟出国的人呢 年龄差距会比较 就是留在英国的年龄差距会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那中国真的很大 啊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同城市找到你的挚友 就是和你背景相同的可以跟你说话的人 但是你出了国之后的中国人也是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是想说就是要珍惜在国内的大学的日子里面 如果说你跟你的女性好友能够住在一起 能够一起去看电影 一起晚上去逛街一起聊八卦 一起倾听对方的故事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日子 那你以后会非常的怀念这种日子的 如果说你要出国的话 如果说你真的会定居国外的话 OK那现在呢我想让一飞去对着镜子呢 规划一下装扮 因为我很少就是用用就是玩玩这么一个梗吧 我想试一下今天 其实我觉得她的发型还是蛮像那种小龙女的类型的 我是根据刘亦菲在金粉石家里面的一个白袖珠的一个造型 来捏她的脸的 那毕竟是那个时候就是捏脸的时候有有限的模组嘛 然后又只能捏到这个程度 那我觉得以后我捏其他各种明星啊 一些歌星或者说是比较有趣的人的一个捏脸的视频 那我会捏得更加的相似吧 那周迅的这么一个脸部特征呢 我是根据她在《卢异传》和在 在橘子来了 不不不 是橘子熟了吗 就是在周迅比较年龄小的 就是刚缅电影的 世界是剧爱电影 反正那一个年龄段她的脸部轮廓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就非常的干净 那我是根据那个时候的周迅的脸型来捏这个 我模拟市民周迅的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的两位模拟市民 就是一起坐在客厅里面 在享受他们的个人的时光 一个人在读书 一个人在弹钢琴 哦对了 我突然想到应该是橘子红了 我刚才竟然说橘子来了和橘子熟了 太搞笑了 好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伊飞呢 要去整理清理一下猫砂 然后呢 要顺便去洗个澡 泡个澡 那我们的周迅呢 还在切而不舍的练习钢琴 泡个坑琴变小了之后 食量也变小了 哈哈哈哈 它现在发呆 然后又顺便看一下我们家的猫猫 其实呢 其实呢 我的模拟市民都是爱毛一族 基本上家里都会养一只猫 或者说是两只 它是在冥想什么吗 偶尔发发呆也是挺舒服的 我们的模拟市民的一些基本的需求 还是要积极的被满足的 那只是做一个camera呢 我们就起到一个督促的一个作用 那现在是周一晚上10点40分 我们的伊飞现在睡不着 然后就坐在这里 我们来 就是安安静静的chill out 这个模组真的蛮好玩的 就是你可以给你的小人化妆这样子 但是基本上就是 我在建设小人的时候就已经化妆了嘛 所以就 可贵就可贵 在这个动作还真的是挺逼真的 我们的周圈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样子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不像刘一飞是吧 等到你以后我再捏一个 我再试一下 ok呢我们现在又来到了绿洲全 我们绿洲全的菜家 我们绿洲全菜家是绿洲全最大的一户人家 人口也比较多 我们的菜篇篇和他的partner 还有他的女儿和儿子 还有两只狗一只猫 那我们的菜篇篇现在在看电视 那旁边呢就是我们的快快 啊他的小蛋糕 对对对 快快是白色的狗 哦我们的 我们的水晶 我们的猫猫 也在我们的菜篇篇的脚下休息 哎快快为什么身上这么脏啊 等会去洗个澡 那这栋房子的一个室内设计的风格呢 就是我本人的一个风格啦 那之前的两栋房子就设计的比较的欢快 就是愉悦 然后明亮的这么一个气质 他在干嘛啊 他在玩垃圾 收拾掉啦 收拾掉啦 哎呀不要搞 我们等会去调个酒吧 我们的调酒技能要往上升啊 毕竟我们这一家是以后要开餐馆的 我们菜篇篇是以后开餐馆的老板娘啊 那绝对的一号女主角 还有我们在城市篇章系列当中的女主角啊 我们也会去开一家餐厅 那这是我的一个plan啊 那我换了一件衣服呢 是因为这件衣服看上去就没有那么沉闷吧 那我希望大家更加喜欢就是看到 就是色系比较淡雅的那种色调 我们就先随便先选几 选几款饮料来调制吧 我们先不要那么的挑剔 因为现在确实什么都不会 我们先要练习嘛 我们的蔡春和蔡天一啊 都不太喜欢上学啊 都特别想回家 上学上了一半就去交朋友 然后就去交际啊 然后就想提早下课 每个人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 我能够理解啦 就是要看他们以后真的想做什么的 就是以什么为谋生 那如果说你真的想成为医生啊 老师什么的 那真的就是要好好读书嘛 因为这个就是很看学历的 但如果说你以后想做生意啊 想做自媒体 或者是就是想做一些 跟读书沾边沾的不大的关系的话 那对就是靠你自己的啊 就是看你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以后 刚才我们的石东旭是想过来吗 我们的蔡翩翩 现在没有心情啊 现在没有心情见自己的情郎 我们的蔡天一在这里活得非常的好 就我们等会儿是会跟石东旭说一下 你的儿子在这里过得非常的愉快 我把他照顾得非常的好 所以就不用担心 那话说到就是读书这一块啊 那你就是越早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自己适合什么 那你以后走的路可能就会比较的顺啊 那我现在让蔡皮朋友换了一身衣服 因为一直看一件衣服去调酒嘛 就有点单调嘛 我特别喜欢这款发型 真的真的 它衬的就是把每个女生的脸都衬得非常的好看 就没有遮住脸 然后就非常很好的就显现出这脸部的轮廓 我们现在蔡翩翩要去厨房 啊你现在想干嘛呢 我们先来发一会儿待啊 然后再想一下 我们想一下我们周二应该要干些什么 我们现在感觉非常的开心啊 然后因为有家里有非常温暖的这么一个火堆 然后又喝了几杯 然后又是家里的装饰尚渴 啊我们的菜纯在做饭啊 那我们的菜偏偏又换了一身衣服 现在 对了我刚才要说给快快洗澡 不要忘记 那我刚才说到就是读书和以后的事业的这一块 你知道很多人 真的是很多人啊 就是在读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太正常了 真的太正常了 一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不知道的 除非你家里面就是做生意的 除非你家里面就是给你指了一条名路 就说你从小就要继承你父母的一波这样子 然后从小就是你特别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比如说你自己特别喜欢赚钱 怎么怎么样的 或者说你知道你自己是脱口秀演员 或者说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艺术家 然后你就会非常踏着既定的步伐往这个方向去走 我还是很佩服这种类型的人的 因为他们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 并且非常有勇气的去 去就是走自己想走的路 并不是所有人都敢肯定就说 我这条路绝对是走的是正确的 那我们菜篇园现在给我们的快快再洗澡 那这个浴缸呢 我是从 就是你打CCMOD The Sims 4 然后Google一下你就会出来一个网站 我记得是绿色的一个logo吧 然后呢你就按那个Bathroom 或者是Bushtub 然后你去找就是Asian Style 或者是Japanese Style 然后这个模组就会出来 然后你下载 下载的时候呢 要记住你下载完之后 就是要解压 千万不要忘记解压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忘记 所以不要把你的你的MOD 你的CC放得太深 就是最深的就是两个文件夹 你再深了他们就读取不到了 我们的菜篇篇现在感觉非常的活力十足啊 那他现在呢 要给我们的宠物们添一点吃的 好 然后和我们的宠物们去做一个互动吧 我这里是有两 就是有养两只狗呢 我就觉得一只又太孤单 两只正好做伴嘛 而且 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不能够养狗啊 因为养狗毕竟也是要遛狗啊 然后有很多的事情 因为我家里已经有猫了嘛 然后家里又平时又比较忙 因为家里人又不在 所以就养猫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的快快现在正在我们的宠物店上睡着了 这是我们的小吃糖 我们来吃糖玩一会儿吧 我们看一下啊 还有什么其他可以要做的 那顺便说一下呢 就是我这一次这一支视频的信息栏下面呢 我会放我经常下载模组的两个网站 那希望大家如果也有兴趣来开始玩模拟人生4的话呢 我觉得这两个网站真的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没有模组的话 模拟人生4真的是趣味就少了一大半 那现在呢 我们的菜篇篇要来到我们的小池塘 来玩水 然后再找青蛙 才刚刚才抓了一下就腰酸被痛了吗 你年龄不大呀 我给你标记的是年龄冻结和永生不死 后面有两只狐狸 等会我们要跟狐狸说说话吗 还是我让包竹西来说说话 来我们来和包竹西来互动一下 那我最喜欢钓鱼的地点呢 最近是在绿洲泉中央的一个公园里面的非常隐蔽的一个小池塘里面去钓鱼 因为你有时候会钓到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们的包竹西和快快成为了朋友 然后我们的餐片片达到两级的一个钓鱼技能 我很好奇哦 因为有些人玩木念生思的心态 尤其是在作为一个博主啊 作为一个up主 那就是自媒体来赚钱的 然后呢 我做我视频的一个初衷 就像我之前说的 那我就是让我自己的身心感到愉悦 那我也希望大家看到我的视频呢 身心也非常的愉悦 那就是在舒服的时候 在非常舒心的这么一个境界当中 能够帮助你很好的去relax 还有睡眠 菜片片家里是养了两头牛啊 一头是黑白相间的 还有一头是棕色牛 我很喜欢牛这种动物 我觉得牛是非常通人心的 我真的希望天底下所有的 所有所有的人类 真的都能够善待度 因为我从小到大的 一个梦想呢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喜欢 都喜欢动物 那我特别想当动物管理员 但是我父母就觉得 这算什么职业 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觉得这份职业 有特别的苦 有特别的危险 又赚不了多少钱 然后我爸妈就想让我在医院里面工作嘛 那我的大学读的是护理专业嘛 那护理专业之后呢 就那个时候就有出国的机会嘛 然后我就到英国来了 那我到英国来就是读护理 但读的不是临床护理 因为我在国内实习的时候 我觉得当护士的话太累了 那个时候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 我就觉得当了护士之后 我可能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OK我们现在蔡飞飞在打拳呢 我特别喜欢这种 健身房的模组 非常的有趣啊 非常有趣 我没想到女生打拳都可以这么的帅气 哎我们的蔡天一居然进那个 泡浴缸了 哦这不叫浴缸吗 嗯这算是hot top 中文是怎么翻译来着 我们打完拳之后我们去游泳吧 这样子身上的汗都可以就是 就是就可以正好被水给吸掉嘛 我刚才说到哪儿 就是就在国外读了护理科学 护理科学之后 嗯 我当时是没有想过要在英国做护士的 是当时这么想的 后来我就读了营养系 营养系读完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既然读书已经读到这个份上了嘛 那我就继续在网上读 然后我就读了营养系的博士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我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呢也不是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那我就觉得读书嘛 读越读越好 因为已经读到这个份上了 你难道还要再怎么样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就继续往下读 那我等我毕业了之后呢 其实我毕业的还是蛮顺利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 因为博士他不是那种 像研究师那种要考试啊 就是博士的他的一个可变度 还有灵活度 还有自主的一个研究的 一个flexibility是非常大的 那我就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工作嘛 我之前没有想过我是会做搞研究的 但是后来毕业之后呢 我就一直在想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 其实我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们的菜偏偏现在正在享受日光玉吧 我们坐在这里坐着休息 休息大概20分钟吧 语言考试 还是自己想方式吧 想出来吧 那这一项呢 是我们最后的一项运动项目 那做完这个呢 我就想让我们的菜偏偏去烹饪美食 我们来烹饪一个蔬菜意大利面吧 菜偏偏来感到非常的顽皮 应该是装饰上课 还有一些就是享受生活的一些因素在那里 获得了美食烹饪机呢 我觉得我应该让全家都应该一起来join 就是cooking这么一个过程嘛 因为大家以后在餐厅里面都可以帮上忙 咦 这件黄色的吊带裙还蛮好看的 我之前其实不太喜欢大面积的黄色的这么一个穿着打扮 但至少在模拟人生 在模拟市民的身上 它是显得很亮 很鲜艳 这是我们的快快 我们也让它来开心吧 使其高兴 我们现在这个后花园稍微有那么一点乱呢 没有关系啦 反正就自己的家舒适就好 哎呀我们在泡咖啡吗 看来品质还不错 我们的包主席也过来吃我们菜片片做的素菜意大利面 我们这一家子还是比较的团结的 就我们这一家子其实没有什么drama的 哦我们的棕色牛好脏呀 我们来让包主席来照顾一下我们的棕色牛 喂点东西 然后给牛清洁一下再清洁一下牛盆 OK我们吃完东西之后呢就菜片片片现在就坐在椅子上 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换件衣服 其实这50%以上的衣服呢 都是从我将在信息栏那块地方分享的那个连接上面下载下来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模拟小人穿的衣服 那就要去好好的耐心的去找一下 哦我们的野兔哦 我们来跟野兔进行一下社交吧 然后送给他一点礼物 你知道就是那种猎犬啊 如果是在野外看到野兔啊什么的 他们的本能就是去杀死这些野兔 然后是作为猎物 这是他们的本性 但如果说你家里真的想养小猫啊 然后小兔子啊 然后小鸡小鸭啊 你就想要非常正式的 要跟你家的猎犬来介绍说 这是你的朋友 这是我们家的意愿 你不能够伤害他 哦我们的兔兔也给我们的回礼了 你看这裙子 你看这裙子 像这种包裙吧 我发现就是 就会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模组可能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我这个人嘛 又特别喜欢穿包裙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虎斑万林家 我们温馨的林家呢 就是我们的林可可的闺蜜 斯蒂拉现在在跟我们的 统统在聊天 但是他们感觉很尴尬 他们可能还没有开始熟络起来吧 那这一期视频呢 就是一个来展示给大家看到我们的模拟视频家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状态 那作为著名系列呢 我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那也喜欢我做的视频 那希望大家多多的评论点赞分享 那现在是周三晚上10点40分 那我们的斯蒂拉呢 在看电视 在客厅里面 非常惬意的哦 在看一些烹饪频道 那我觉得今天晚上呢 应该就是在客厅过啦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林家呢 每当晚上的时候呢 尤其是周三 那大家都会聚在客厅那里 一起看电视 那希望这个场景呢 也是特别温馨的 舒适的看上去 非常养眼的这么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视频 我猜接下来的八分钟呢 就不会说太多的话 因为这是助眠视频的最后 这么一个阶段 那我们就会随着林家 这一个晚上看电视的 这么一个场景呢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的露眠 好好的睡一个好觉 那我希望大家做一个好梦 好好的 好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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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